IC梦想家 好回到IC梦想家 我是蓝萱 那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的王牌制作人 这个汤生荣 这个近期的台剧基本上相当重度的 这个具体而为的反映出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就是台剧确实这几年大爆发 然后过去来说的话呢 我说真话以前第一个很单一 对方都是偶像剧 那后来的话呢就走那种小情形 对不对 那就是它的剧种 它的类型太狭隘 太单一 就是不够丰富 不够蓬勃 第二个就是好不容易想要去试不同的类型的时候 你看这个剧看了都觉得好尴尬 就是卡卡的 就是不是那么接地气 想要想要去试试看 但是坦白讲就没有那么到位 但是这几年连续下来的 就不管说什么语饿的距离啊 麻醉风暴啊 这个茶巾啦 这个模仿饭啦等等 就大家会发现 还包括台湾现在也很厉害 那种什么红衣小女孩鬼片 而且好像拍的也蛮有那么一个味道的 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很多东西都越来越到位 那像这个过程当中 你都有参与其中 包括汉草都有参与其中嘛 所以你自己观察 我们刚刚讲到你开始呢 从戏剧的外围开始不断地学习力电 到最后切入核心 你那个时候切入的时候 到现在台湾的台剧的一个相对的比较百花齐放的 你自己觉得差别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成功 我觉得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以前台湾发展这个戏剧的历史 以前都是这个电视台出前拍 它拥有版权 它掌控广告 所有的东西 它可能依据收视力的需求去改 去调动戏剧 然后生产的过程可能也就是很快速 而且很重要的是 可能预算也没这么高 那这个是台湾戏剧的大概手 当然很多时候电视台也可以动用很多的资源做出很好的东西来 其实在过去30年还是有非常厉害的剧种出现 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气候 只有到偶像剧的时候 它整个台湾偶像剧的在东南亚在对岸的中国 或者是中国大陆 还有很多地方都算是比较得到一些重视 因为我们买改编的 偶像剧开始台湾改编了日本的这个门口 对对对 没错 从流星花园开始 找到一个模式 就是创造了一个好的 可是很快很快的 其他国家也开始做了这样的东西 那台湾好像就失去了这个方法跟变化 还好那个时候 其实我在客台的时候 也是有点 刚刚提到说 我在客台的时候 也操作戏剧 那我有一块 就会做一些比较新颖的戏剧 包括类型 包括职人剧 包括一些青少年关怀 或者是就是 我走的都是跟我想说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这种剧好像在 街中讲的好像比较容易会看到之外 他培养了非常多好的这个演员 但是你会觉得有困难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说 你做的新的尝试 换一个角度说 他就是一个沙漠 没有人尝试过 所以你要找到人可以去写这样的剧本 找到人可以去演这样的戏 我觉得都是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电影也非常不好 所以有非常多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很多的电影人 开始转化到电影世界来拍戏剧 这件事情其实有改变了台湾在内容产业上的一些方法 比较多的思考 比较多艺术性或者是技术性的东西 而不是像一般偶像球传统电视剧 他们着重的是明星角色或者故事的独特性 奇幻看或者是说那种高福帅 那种很怎么讲 看起来是跟我们有点生活感距离 但是有点充满想象的那种剧统 那我们开始有一些比较扎实 公共电视当然也在做 一直在做这种文学剧 那客台就更有弹性可以操作 而且我那时候比较好的 就是说我有空间可以做 对啊 因为像公共电视比较是小弟老师 小弟老师他就是有 他做的非常多 而且有一种风格 但你刚刚讲大爱跟客家 那是完全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 而且那时候公式大概会 每一年两年都会有一些像 曹瑞元曹导 对 跟镊子 一把青 他们都有长 就是把台湾整个的这个 小弟老师也非常多 整个把台湾戏剧的质感 做的一些新的一些 他是直剧场 小弟老师是直剧场 那当然我开始操作的时候 我当然会想要说 那我必须要从 你刚刚讲的很多类型下手 那我以前也操作过职人 或者是刚刚你讲的 有比较圆一的剧统 所以你举 这些东西是 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多人看 可是台湾的观众好像 要拍这种剧 好像就是要 没办法这么快去拍 因为他 他花的时间会比较多 对啊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而且我觉得剧本要写得好 很难欸 台湾的剧本 对 这个就是你刚刚说 剧本这件事 要编剧 理解写这种剧 写这种剧的方法 对啊 这种类型的方法 不是随便可以写的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工作概念 甚至有个大团队 他要做甜调 嗯嗯 他要去把架构 他要把核心 等等等等 他有太多的方法 因为美剧做得非常好 对啊 那后来韩国也学了美国 跟香港的行程 对韩国这个写得不错 对所以其实我们从一个 学习日剧的方法 确实是创作者 还在那个过程中 还没有找到那个方法 嗯 跟观众沟通 观众在看剧也不习惯啊 他没有办法习惯说 我以前都是看一些 可能是高富帅爱情故事 突然我要看一些 比较探讨社会的 这些议题的时候 他们在学习看 观看这种 这种剧的方法跟语言 不然我们一般讲 看韩剧看美剧看 哦 轩衣行政 我们看得很开心 可是台湾到底 当把这些切入的时候 就会有点很难 把它转换成一种 大家所需的语言 你觉得这观众的转换 不习惯吗 观众也没有办法习惯 可是像我在看 我会觉得 因为我们的剧本 一开始写的不到位 是是 对 就是你说的没有错 因为创作者也在 学习这件事 制作人也在学习这件事 怎么去 其实还有表演 演员也是 对啊 我刚才讲演员 演员他其实这种表演 也要有一种影视的表演 跟一般舞台区 或是传统演员的表演 会不太一样 对 不太一样 那个节奏不一样 有些人会在酝酿 有些人是直接来 这个是在各个环节 都要有新的调整 那我 我们大概在这 十年来 或是这五年来 我们其实都面临台湾剧的 这种变革期 对 尤其这六年来 就是因为很重要的 OTT 对 Netflix开始了 对 他其实 声态也改变了 他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状态 他是 他 如果你可以上他全球平台的话 是全世界可以看到 然后你现在点开来看的话 你的剧的旁边 可能是韩剧可能是美剧 嗯 然后各种类型都有 他用各种类型来编排 对来区分 对对对 所以你看 这个其实就接触了 观众的需求 要往哪里走 嗯 那也带动了我们在制作上的一些想法更多元 或是刚刚你也讲 看我们公司做宏羽小女孩 做宏羽小女孩 我们很重视类型的一种独特感 嗯 所以我们这几年操作的东西 也就希望把类型做到极致 嗯 类型还有几件事情重要 就是技术面 嗯 摄影灯光表演 特效 化妆 嗯 或是爆破等等 他其实就必须要有除了 他不会是 在办公室谈恋爱 或者是在豪宅里面吃饭 或者在餐厅里面 就是两个女主角 他比较不会有这些 他有更多的细节要处理 嗯 然后他拍摄的剪接时间 像我们现在 后制时间 我记得以前剪接可能是 诶 当下拍 下个月播 两个月播 都很赶但还赶得上 可是现在不行 我们大概 麻醉红帽儿开始 我们大概都花到六到八个月 每个人生导一年的时间做后制 完全是像电影的操作 嗯 那台湾还在学习 怎么加快这个速度 嗯 提速的也怎么加快这个速度 可是就是 至少我们往了好的方向走 嗯 OK 所以你刚刚讲了 OTT这个生态的改变 还不只是说 它可以让你上这个平台很快 因为以前像台湾自己拍连续剧 拍完之后你都还要去什么 卖海外版权 都要花很多时间去推销 对不对 但现在等于是你上了OTT 就直接 跟海外 跟国际的这些观众见面 除了这个之外 你刚刚还讲到说 有一种比较性 比如说你很快的 会跟别人同台较劲 所以这个对你们来说 压力是很大的吗 对啊以前你如果 开一台电视台看 对我没这样想过这件事情 比如说好 好这家电视台 他早上排什么 8点排什么 19点排什么 19点排什么 你就按表超个看嘛 那用看 没看到就错过了 对 看重播去找其他电视台也可以 可是OTT的玩法不是这样 他东西把所有东西摆在上面 就像超市一样 我把 比如说我泡面 我放20种泡面 你进去就自己挑 你想要买几包 你喜欢吃个 你就去挑这个 你可能会选几种 你喜欢 这个压力很大 对现在OT就是这样 你现在在平台上 直接跟韩剧日剧 跟美剧做竞争 可以说你在这边做竞争 而且你观众如果不喜欢 就快转 或者就器具 所以如果不好看就走了 真的是 所以你没有做到一个高度 或者一个水准 他们不会 你没有 你是没有办法去抓住观众的心 可是东西很幸福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看 他们也可以 用手机平板就躺在浴缸看 他们可以躺在床上看 他们可以 他们甚至就是可以快转 一两倍 两倍数三倍数看 他不喜欢就换下一个 反正名字来上几千部 几万部戏 所以你要在中间 做出一个最有特色的戏出来 你要想想看 我们花的精神跟时间跟体力 一定是比 跟过去我好像讲 完全不同的操作手法 真的 说故事很好像不同 明星也要更厉害 我像麻醉红包2 就是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摆出的阵仗 他说你们这个明星 可以拍了三四部的 以前的电视剧 没想到后来 你看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卡斯重要 化妆初上更厉害了 一下子 对对对 女明星十几个 一整排 台湾最好最漂亮 他也就是创造了一个好的高峰 对 这个就是大家开始在内容上 会着重的事情开始多 卡斯剧本 技术面 美术 音乐 歌曲灯光 宣传 都开始打开了一个 所以你会怎么定义 就是OTT 对 因为你一开始还在大爱啦 还在这个客家电台拍那种比较传统的连续剧 那当OTT时代来年的时候 你自己会怎么去行 他到底是压力来的大一点点 还是这个机会来的多一点点 是好是坏 你怎么看待这个OTT 压力是通常没有少过的 这么多年来工作 但机会确实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就是你当你做出了一个很大家很喜欢的剧之后 你开始可以发展的更多 然后尤其是 现在OTT一大堆 台湾的也有很多 国际的也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 台湾的这个文化部跟文策院 在这十年来 他们推动了非常多 剧本开发 剧本补助 剧本奖 等等 它其实无形中推动了 台湾产业的一种多元化 以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也特别成立了一家公司叫英雄旅程 他做故事开发 同时我们也办了野草计划 野草计划是怎么样 我们对大众争案 我们很有效率的把 这所有的评审是所有的投资者跟电视台 然后所以变成说一个对界 野草计划已经办了三界了 你知道我们第一届 每一年一届 还是几年 每两年一届 你知道我们第一年的那一届的第一名的作品 就是关于鬼和我变成家人那件事 就是这个故事 OK 所以那个电影最近今年非常疯狂 才新的演 这是我们野草计划第一届的得奖作品 那怎么酝酿那么久 有啊 他们需要很多时间 我们三界了 这是刚去年刚玩第三界 他们去 他们从改剧本干嘛找资金 确实花了四年这样拍摄 就是也需要 其实我们的产业都非常久 我们现在做一个剧都要两三年 真的吗 到五年的又有 那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酝酿出来的东西比较精致 比较深刻一点 你看那时候麻醉风暴 应该不算算快 应该说是模仿饭 就大概五年 查金也是三年多 然后像 但模仿饭 事实上是公布美兴 是日本小说家的作品 五六年前就谈好了这个版权 改写要改写那么久啊 中间一直换面具 然后拍摄完了以后 后置又一年 所以你看这时间就是一年过去 剧本大概两年半 两年多 然后拍摄 剪接 然后行销 然后上档 就是一下子就四五年过去了 四年多过去 对不过剧本真的很重要 因为像我大学同学林静杰阿杰 她拍那个什么 最遥远的距离 还有什么艾琳娜 她那时候就在讲说 因为她自己很会写小说你知道吗 所以她还可以说编导都她一个人 其他的人他觉得 这剧本实在太难了 而且她说如果不认 每次我要拍的电影 都要我自己写剧本 所以台湾的剧本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刚刚说过 其实台湾有最好玩的 你们有去注意吗 非常多的编剧班 然后非常多的这种 大家都同样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刚好也在前一年 也开始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有开始去推动说 我们有一些新的人才要培养 然后我们甚至我们在前几年 还把好莱坞的编剧拿来当顾问 模仿范也有好莱坞的编剧 帮我们的基本医生 对啊 我也很好奇 所以最近这些年 台湾的这个剧本都写的还不错 都是哪里来的 就是 有些是 其实有很多的人 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有文学家 也有医生 也有护士 还有律师 就职人自己出来写 他们可能有某方面的专业 来操作更有趣 像《最佳利益》的这个戏 那个两个编剧 跟那个导演都是念法律 都念法律的嘛 我就碰到一个法官 他也跟我说 他好像写剧本 对 像我们 像我们 我们有拍的一个戏 就是接下来拍的戏 叫《画外之一》 那个编剧也写是当护士的 当护士 然后像《疫情》 这最近去年这部电影 今年这部电影 就是拍疫情期间 就当初上了是吧 对 那个编剧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护士人员 这样 所以都找到了这些 真正专业的 当然 这个是 这个是各行各个都有兴趣的 愿意来写 当你说传统念这些文学中文系的 影视编导的 还是继续在发展 可是有一些新学人加入了 这样子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后来知道一点 韩国为什么那么厉害 他们在各个大学里面 都有分色一个 就是所谓的影剧的东西 他们反而鼓励说 你是学不同学科的人 进来参与影视制作 这样子 这样子他们就可以 把他们的专业知识 跟影视 放进最好的结合 这台湾跟亚洲很独特的现象 这样子 OK好 所以呢 有关于台湾这个台剧 其实越来越专业 所以一些剧本写的 越来越深刻 那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 都来得更加的精准之后 产业才可以形成 产业链是这样造成的 不过我们休学 就再回来继续聊 其实在国际之间 OTT诞生之后 其实在台湾最常被讨论的是 大家经常在讲说台剧 什么可能不够好 因为我们的成本都很低 然后就想到说 哇这个跨国的产业当中动不动 每一集什么300万的 400万的 800万的 这是一个症结点吗 或许 在某些部分 确实你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 可以让他们做一些更华丽的 更专业的铺陈 现在的台剧 每一集的成本多少呢 大家算算看 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IC梦想家 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期待呢 好 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